又来到红厂了 周日人还是挺多的 那天我在 那个哪儿 嘉嘉陵大街地铁站那边 然后在那附近有一群鸽子 老远我就看着一群人在那儿斗鸽子 反正当时我一想 90%的可能性是中国游客 等着凑近了一听 说的确实是中文 在这里提醒一些国内的游客 能不能把这些毛病改一改 然后跑到花园里面摘花照相 然后鸟群鸽子群里头 逗鸽子追鸽子 咱们出来旅游 你个人有的时候是代表国家形象 所以别招人烦 你看前面那些鸽子 俄罗斯人就没有说过去逗它 其他国家的外国游客 人家也没有说是跑去追鸽子 逗鸽子的 这鸽子 这鸽子 人家在这也散步 也没招惹谁 昨天又看到一个新闻就是 俄罗斯他目前呢 就是在今年年内 他是不准备再做动员的 就是以他现在的这个兵力来讲 暂时是够用 所以他今年内是没有再征兵的计划 顾目边上围了一些鲜花 这就到了鲜花节 这个鲜花节一直会持续到 9月9号10号莫斯科成庆 9月9号到10号两天莫斯科成庆 也会有非常多的活动 冰激凌这永远是排了长队的 一年四季 天下秋冬 天下秋冬 比加班纳新发吃吧 这也得要挑战中国底线 现在在中国已经没市场了 现在俄罗斯的表的价格是超级贵 已经没法买了 浪秦的四个店员 以前认识的四个店员 全部离职了 提供了 而且有些被关注的 我买了 中国人的有点 天下秋冬